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河南卫视县的伟川镇 这个伟川镇自古它是一个古城 但是因为历史原因还有战乱的原因 这个古城墙很多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就留了我身后这个 这个是南城门 这个南城门很多来到伟川这里的人 都要驻足定睛看一看 看啥呢 就是欣赏这个城门上有一棵古柏树 你看有意思吧 城门正中间长了一棵古柏树 这个古柏树有多少年呢 是500多年历史了 我来看一看 一是好奇 二是来朝拜一下 这也是棵神树 北川有一句古话叫百里有鱼 这啥意思 不是说它这个城市很大 是百里有鱼 是南城门这里有一棵古柏树 然后以前倒塌的北城门 有一棵榆树 你看有意思吧 树竟长在这个城墙上面 这两个树相互辉映的就叫百里有鱼 好了 咱在上这个城墙上面欣赏一下 看一看 走上来还挺高 走上来就看到这棵白树了 非常的神奇 你看这个根就深深地扎在城墙门里头了 为啥这棵白树会长在城门上呢 就是相传以前有一个小鸟经过城门飞的时候 它从上面往下看 哇 这个伪川古城实在是太壮阔了 然后一激动就一张嘴 把闲着的一棵百树种子给掉了下来 掉到哪呢 刚好卡在这个门缝里头 500年这个树就长成这个样子 其实仔细看这里长了两棵树 这还有一棵树 这个就是鱼树 这个鱼树是后人栽的 就是为了纪念那个北城门的鱼树 就百里有鱼嘛 但是它长着长着没有成活 就在这你看都哭了 城门舵子上这个花 这个花形叫十字花 也叫柿子花 这种花形可不是随便修的 这在古代是有讲究的 必须这个地方出过状元 才可以修这样的花形 这出过哪呢 就是两个状元 一个是吕蒙正 还有是刘里顺 咱今天来当然不是来看这个城墙 是赶大吉 你像阿星就是赶吉专业户是吧 韦川这里逢369就一个月有9次是赶吉 赶吉的日子就是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而且是中原接地气的美食 走着咱去尝一尝 好 你也没想到的 好不好 西瓜西 橘子10块钱12斤 谁要橘子10块钱1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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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橘子10块钱12斤 谁要橘子10块钱12斤 谁要橘子10块钱12斤 喜欢鞋子10块钱12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日子没逛这么热闹的集了 这个集虽然很大 卖啥都有琳琅满目 吃的呢 基本上就三样东西 最多的 一个就是烧饼 还有一个就是炒粮粉 最后一个就是羊肉烩面 咱再看看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肉之类的 组合一下尝一尝 首先先来个烧饼 你看 全是主食 一四十块 十块 现在说明是啥卖的 一个两块 给我拿一个 我看看这桌子 下边有吗 来啊 然后又被销了 何说不止 销是个人在的 八两分钟四斤而已 真不止 看一下有多脆 听这个声音 哇 这稍微一掰 满满的面香味 这个饼很薄 然后很浓的椒盐味 不错 我看很多人都是买一个这么吃 然后搭配个汤 搭配一个凉分之类的 但是咱有个高级吃法 走 就是一定要加点牛肉 牛肉咋卖的 牛肉 加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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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免费尝尝 这一片还挺大的 加姜 嗯 加多少钱 好 加二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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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馍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太薄了 所以说你看 它加不进去 只能这样做 不让人多 热了 这就我的是吧 美不美 哇 太棒了 这一口下去就要了七命了 先给人家付钱 别急 香 香 这才是一个正经的豪华牛肉夹馍 它这个牛肉调料味特别重 你看这里 还有一点青花椒 青花椒粒在里头 味道很好 尝一尝 大娘在花都笑着 嗯 这就叫外酥里嫩 本身这个牛肉特别的咸 很重 然后刚好夹在馍里头 我觉得这俩 应该是作为一个组合来吃 大家如果敢习敢在这 应该也没有人敢习敢在这 附近的人可以学一下 我感觉是我今天开创的模式 其实你看人家都在这夹 是不是 我看这边是砂锅 这有胡辣汤 这还有汽球 在这我看到凉粉 搭配一个凉粉 来个凉的 今天天还有一点热 可不许别我看 要给你烤花了 要来一碗凉粉 小的好点 多少钱 好 大碗是6块 小碗是5块 来个大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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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 来点吃点 啊 咱们来找点小牌 对对对对 专门来品尝品尝这小吃 韦川凉粉有名是吧 这个热凉粉吃得多是吧 嗯 我看你还加了肉 还加了肉 你自己带过来肉 让你炒 你看大爷多会吃 咱们跳一碗 心急吃不了热凉粉 小孩太激动了 把那摊子都给做倒了 这摊子很有意思 很简单 就是一个铁钩 然后一个板 这就是农村赶集 这碗是挠凉粉 放一些辣椒油 蒜汁 还有香菜汁 嗯 味道不错 还有点芥末味 主要是它放了很多芝麻酱 这个伟餐人特别爱吃芝麻酱 羊汤烩面也是放了一些芝麻酱 为啥这个叫挠凉粉呢 你看 还有一个挠脑 这种挠脑现在很少见了 只有赶集的时候才能遇上 所以说一定要尝一尝 不挠凉粉 就刮凉粉 刮凉粉 刮凉粉 太好吃 跳了 难度都在跳了 在这吃饭 你看随时还有人纠正 刮凉粉 那就叫刮刮 不叫挠挠 蒜有点少 让这大爷这样 大爷能不能再过来点蒜汁 能够吗 蒜汁 来一条换一换 这个蒜汁是绿的 有西洋吗 有香菜是吧 对 西洋 各种洋感 嗯 嗯 在这农村赶大街呢 吃啥都香 为啥热闹 你看大家坐一圈 你吃着不香 你看见别人吃着香 你自己都香了 哈哈哈 是不是 牛奶是吧 牛奶 吃完这还是有点干 有点渴 来一个这个 哗哗牛奶 啥是哗哗牛奶 这是拍四斤呢 对 看哪个呀 牛奶 就在这是吧 嗯 我看一看 这都快买了 都是热的 还凉的 这点是凉的 不要有我奶 为啥要喝这个呢 这就是当地小孩感激必备的特产 是 产地是河南整州 尝一尝 哗哗牛奶 名字还挺萌的 就是普通酸奶味 没啥特殊的 喝着这个猪消化 来尝一个啥来 来到河南一定要吃回面 伪专方面的一个风格 就是夹芝麻酱 和其他地方还是不一样的 咱尝尝 这是试达命棉 给我来一碗 多少钱 多少钱呢 1520 给我来个20的 来个20的 好嫩 谢谢 我们的 那边 你 要 这边 这边 有 我们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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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尝尝这碗烩面 看着很香 它加了一勺羊油 辣子 还有芝麻 然后羊杂和羊肉 哇 还有些香菜 就是有很多的芝麻酱味了 一般吃烩面是没有的 一点不夸张 这个面是真的好吃 这应该是我吃的最好吃的河南烩面了 这个汤特别浓 很鲜 为啥我敢口出狂言说这个是我吃的最好吃的 就因为我以前吃河南烩面的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淡了 味道不重 但这个味道是相当重 不管是咸味 香味 还是辣味 这个面也很好 扯的也很筋道 纯手工扯面 可惜就是这个面量有点少 不过它这是面能无限加 是汤能无限加 就是除了肉不能无限加 我再加点 再给我加点面 再看看里面的肉 汤的口这么重 这个肉的口自然就重 可以打一下我叫这么大一样 你这大弯一小弯 还有大弯比较大一样 还是大爷有经验 一上来就是 我有个大弯 估计一会还得夹面 吃会面喝羊汤是浑身热火的 人太多了 到底也没给我夹啥面 幸亏我还有半块饼 把那半块饼炒着吃了 最后结尾再来一个饭后小浅茧 啥呢 新鲜的甘蔗 这甘蔗够新鲜吧 感觉刚在地里拔出来了 大爷的甘蔗打倒了 可以 是自己家中的还是不 稍稍稍 我先吃 现在正是这季节 你绕着糟了 它不贴 这多久就没了 再过一个月 这个叫一刀两钝 看一下这个甘蔗 这就是天然的糖水 真甜 我把这个伟串集逛下来 这个集上是吃喝拉撒 衣食住行的物件都齐全 这个集就是中原地区典型的这种大集 非常热闹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但是我今天来有一个遗憾啥呢 就是伟川有名的一个特色小吃 豆腐没有 这么热闹的 其实竟然没有伟川的豆腐 咱以后再来 再逛一逛 再把它补上 不过来这个集一定要记住 是369伟川走 好 那就这样